市府临时工抖音疑似泄密风波越演越烈 就在台北市的卫生纸一名中国籍实行人员 不仅是狂扑自己在市府工作日常 还把十多则市长讲完的行程影片全部po上网 而对于有所谓的泄密疑虑 市府方面则正式回应 这些短片内容都是公开活动 或是市长的社群媒体影片 没有私人形成外泄问题 中国版抖音上竟然有台北市长讲完 双手抱着红毛猩猩的短片 下一则影片讲完来到台湾灯会 双手毕业开心跟展灯合照 还有过年讲完在市府内发红包 这是台北市卫生局 中国籍实行人员发的抖音影片 其中光是讲完版面就占了十四则 像是走访宫庙年华大街 记者会行程统统在内 招质疑难道这名实行人员 能知道市长的所有行程 甚至跟牌上传 由于都是公开行程 并且都是未在公开的场所 所以并没有所谓 私人形成外泄的疑虑 卫生局也发声明表示 这名同仁去年八月二号 警告市府今年三月三号 已经离职 在职期间协助发放 搬运防疫物资 与未涉及机密的文件碎纸 核销等行政事务工作 虽然证明临时工 现在已经离职 不在卫生局 不过这也间接凸显了市府 对于约聘同仁 以及临时工的管理问题 中国籍的人士根本没有资格 来担任台湾的公职人员 却透过了临时人员 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直接钻进我们的市政府 他们在合约里面 竟然没有规定 这个临时工 也要有保密义务 轻易的让我们台湾的 反渗透的这样子的法治 被这样一个临时工的案例 给突破 又一次传出负面新闻 蒋市府屋楼偏逢连夜雨 最新六都市长网路好感度出炉 蒋万以0.22好感度排名垫底 上两个多月 我们也推出了很多 让市民有感的政策 但我们会持续努力 蒋万上任后 经理副市长林一华迟到就位 市府发言人风波 一击遭批灯会宣传不力 执政白日前 能不能谷底翻身 就看执政团队 有没有上情发条 记得陈思琦焦国锋 台北财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